大家好,我是教东小王 今天呢,过来清洗一台海尔的洗衣机 马上就要过年了 各家各户都要打扫卫生,进行清理了 而不差钱的用户啊 基本上就是请外边的人过来进行保洁 用户今天呢,叫我过来清洗这台洗衣机 用户说,一般一年清洗一次 每次呀,都是到年底才清洗 这个是个波轮的洗衣机 清洗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把桶拿掉,然后刷一下就可以了 洗衣机清洗完以后啊 正好看到,用户请了一位大叔过来清洗油烟机 因为油烟机清洗起来比较麻烦 而且汗脏 所以啊,这种活一般我不干 但是清洗油烟机,确实挺挣钱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油烟机的绿碗特别脏 上面有厚厚的一层油 正好清洗完洗衣机 没有事啊,就和大叔聊起天来 大叔说啊,他老家是外地农村的 因为清洗油烟机啊,这个技术难度比较简单 所以啊,很快就学会了 已经干了好几年了 正常平时啊,很少有用户清洗油烟机 一般都是到年底 清洗油烟机的比较多 而且汗特别忙 所以,大叔平常在家务农 汗中了好几亩地 到了年底啊,就到城市来清洗油烟机 基本上就是忙活年前一个月 我问大叔,清洗一台一般多少钱 大叔说,那要看怎么清洗 如果啊,免拆清洗的话 基本上150到180 如果要全拆洗的话 基本上是260到300 那要看油烟机是什么样的,好不好拆 因为到了年底 清洗油烟机的需求量特别大 相当于啊,空调到了夏天旺季的时候 自然清洗油烟机的价格 也跟着随涨船高 所以大叔一天呢,还真不少挣 大叔说了 基本上从早晨7点出来啊 到晚上8-9点回去,就算是早的了 像这种免拆清洗 最多一个小时就清洗得粒粒缩缩了 这样一天清洗个十台吧台的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加加班的话,也能清洗个十二三台 这样算下来啊,一天的收入也有两千多块钱了 年前干一个月的话,也能月入五六万了 我跟大叔啊,开玩笑的说 你这干一个月,顶我们干一年了 普通上班的工人呢,一年也就挣个五六万 这大叔出来干一个月 然后回家待着,啥事不干也够花了 这时大叔说 这点钱只是一部分 因为啊,他和他媳妇一起出来的 他清洗油烟机,媳妇负责擦玻璃 他媳妇一天呢,好的时候也能挣一千多 现在擦玻璃的也供不应求 而且价格也特别高 大叔说,擦玻璃啊 基本上一块玻璃8块钱 不论大小 大的也是8块,小的也是8块 还说了,大的更好擦 没有拐弯摸角的 小的玻璃啊,反而插起来比较麻烦 这样两口子都干保洁清理 一天呢,也能小三千块钱了 现在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其实,家电清洗的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特别是到了年中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想把家里边完完整整的打扫一遍 一般在城市居住的人呢,平时生活都比较忙 也懒得干这种活 清洗上面的风口了 大家可以看到,大叔拿了麻布擦拭了几下 上面厚厚的油啊,一下就被擦出来了 现在上面的风口看上去特别光亮和新的一样 看样这位大叔就是清洗油烟机的老师傅了 清洗的不但快,而且还特别干净 大家觉得这个行业怎么样 月入五六万,真是高薪职业呀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